戰狗是來自以前的戰爭 是高無數氣的志靈 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來自法國芭蕾廷林中文學校 屬生二十四的人 是在六港體育場 列前的打去戰狗 阿倫的體驗 對生長在的芭蕾成少年來說 真的是很悲劇和很趣 來自法國的老師和學生 是很認真來認識這個戰狗的打法 這次過來臺灣不是合式中文 更重要是來做文化的交流 跟學生的文化組合團出去 我們是法國的廷林中文學校 然後呢我們來這邊呢 為什麼帶學生來這邊就是來交流 希望能把那邊的文化帶過來 把我們臺灣的文化介紹出去 希望由他們嘴巴裡面所看到的 所看到的跟所聽到的 講出去就是替我們行銷了 學生每一集都覺得很趣 不然是傳統的民俗記者 對臺灣野餐文化 還有傳統小者 也都是黑路的特地 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們那裡不是常見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很高興能夠 在這裡學到這些文化 還不是很難 但是要知道怎麼樣打 跟法國的鼓不一樣 因為這個只有一個鼓 有這裡 法國沒有 我真的很喜歡臺灣的野餐 台灣的人很熱心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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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臺灣的人 的食物 什麼都喜歡 我喜歡吃牛肉麵 牛肉麵 但是我不喜歡做豆腐 這些學生中的在六港 進行為期四港三美的民俗體驗 主要體驗是整個 補得魚紅仔製造 塞頭 還有木條的DIY 賣參觀的宿船 老家 還有一世廟頂頂的個建築 希望可以將臺灣民俗風情 帶回法國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新中的新聞副中親六港 蔡峰報道